接著轉換一下心情 來看到日本有一位爺爺級的百萬網紅 柴奇春通 他在YouTube上面教畫畫 有著像自家長輩一樣 親切溫暖的態度 偶爾晒晒兩隻萌貓的趣味內容 圈粉無數 加上英文字幕之後 打開國際市場 收穫了大量外國的粉絲 74歲白髮白鬍子的水彩畫家柴奇春通 是YouTube上知名的繪畫老師 時常拍攝短片 傳授近物風景水彩畫的技巧 有時隨機抽樣學生的投稿畫作講評 自己在進行示範 學校美術老師出身的他口才流利 開朗笑容和緩慢療癒的聲音很有情和力 柴奇爺爺出身千葉線農家 18歲棄農學畫 70歲在兒子的鼓勵下 開始接觸網路影音平台 自己打燈 三腳架固定手機或單眼相機拍攝 現在已經嫁輕就熟 還活躍在Instagram抖音和推特 影片跟上時代 有英文字幕 有按讚點閱的標籤 可以賞星星抖內 甚至還有附會會員 教學頻道與專有的服務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的黑暗時期 他的頻道新增大量海外粉絲 成為140萬人訂閱的國際級網紅 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 柴奇即將邁入75歲 已經動過六次心臟手術 但他還是希望盡可能延長繪畫生命 因為這是他一生的熱愛 也希望透過網路讓自己的經驗與作品 永久留存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譯